英国一名女子因为迟到刺伤且男友而入狱,在坐牢多年后才获得假释出狱。 然而,她出狱之后再与一名老友一起乘坐火车回老家时。 狂统朋友87刀,云英竟然是看了一条短信自己很不爽。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42岁的女子丽莎紗维奇被火车上的监控视频拍到对朋友杀来海盾进行残缘的袭击。 当时,丽莎像发了狂一样,歇靠在莎拉身上,拿刀对她就是一番狂刺,并高估睡吧。 小女孩,据报道,整个过程持续了约四分钟,造成莎拉的脖子、脸部和眼窝的多数受伤。 丽莎行凶之后虽然全身是血,但是一脸镇定地叫开车门逃走,而莎拉则浑身是血的在地上爬行, 直到火车到达千普斯托站后,才被乘境发现。 据悉,扎拉需要接受67次浅伤口缝合,以及20次伤伤口缝合,才能痊愈。 报道说,丽莎2000年因为迟到刺伤前男友而被判终身监禁,至少坐牢三年才能假释。 她曾获得过假释,但因为违反公共秩序又回到狱中。 在今年二月,丽莎再次获得假释,并在博明汉意外,偶遇了相识二十年的老友莎拉。 两人相约在四月十五号一起坐货车回二世老家。 在出发前,丽莎收到了母亲的信息,内容写着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丽莎由此心情变得非常不好。 在自己包中当了刀,计划回家歇进母亲。 然而还没有到家,丽莎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暴脾气。 她向莎拉表示自己不想回家见母亲,随后就对着莎拉一番狂刺。 此后,丽莎在切普斯托公园被捕,被捕之后,她还对警察表示,我是个精神病杀手。 每日有宝宝报道说,当地时间十月十七号,丽莎再次被判终生监禁。 至少八年不能获得假释。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如果对… 您好听的电影,请不吝点赞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讯订阅本频道,别忘了到你的电影。